2019 GMA珠寶设计比赛 我们的目的是希望透过一众设计师去交流 提升我们香港珠寶设计的水准 达致我们香港在珠寶创新独特的优势 杖心独运也可以发挥个人的长处去做 所以我觉得发展空间和潜力应该是很大的 比较特别的作品 有些是竹都做得挺好挺特别的 我想始终珍珠都挺呼应主题 第一珍珠每一粒都很独特 所以我觉得要突出独运这个主题是最好不过的 GMA多一些主办 让多一些学生或者同学 可以发挥到新的创业 可以吸引多一些消费者 参加多一些比赛对他们自己来说 是很好的一些经验 通过一些不同的珠寶设计比赛 引证自己的一个实力以外 亦都可以跟其他设计师去竞技 从而提升到他们自己对于珠寶设计的一些理解 珠寶设计比赛是有必要做的 因为入行的人需要有一个设入点 对这个行业更加容易认识 每一年的珠寶设计 其实我们都需要一些新血 公开组的参赛者 其实他都可以发挥到 今年的大会设计主题 今年的比赛作品都相当丰富 有成五百份 以不同材料 或者银、泰金属等 这方面去制作 能够减低作品的成本 我觉得珠寶设计行业很需要年轻人 因为每一个年代都需要加入一些新的元素 尤其是学生组 表达到他们自己喜爱的设计 我们今年还增加了一个本地的学生组 目的就是希望透过这个全城 可以注入本地更加多的新血 其实我们过往几年前 都是取消了这个组 商会是从线如流 是重新开设这个组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做法